來到第四課 光暗與色彩 一些很虛的東西 但無處不在 沒有光暗色彩 不行的 我們做舞台 做話劇 一定知道沒有了燈 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燈怎樣控制 光就是我們眼睛看到什麼 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角度 都會有截然不同的觀感 所以現在它對它們刮目相看 看它們不同的光 我對它的努力 付出非常感動 我現在也是從另一個角度 用另一種光線 以前看到是灰色 現在看到是七彩 彩虹顏色 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好 人都喜歡自欺欺人 用最完美的形象去紀念自己 OK? In the best possible light 對了 What worries me, he said Is that this is going to portray John in a bad image 我不開心啊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會醜化了阿John 醜化了他 會是Portray somebody in a bad light 那還可以是 呃... 這裡漏了一畫 對了 還可以這雜光線的 很常見的搭配 我們要想一下我們正在做的事 同時要考慮 顧及到我們的歷史和現在的世界 那這個是In the light of 考慮 不可以當看不到的 要亮燈 看見到的 處理它 不可以視而不見的 那麼In light of 鑑魚 顧及到這個題目 明明這麼有趣 為什麼沒有人去研究它 沒有什麼著作去講述它 沒有什麼相關的文獻呢 那麼這個合約簽不簽得呢 一定要是 考慮買家的財務穩健性的 那麼就考慮了 In light of 給它一個焦點 給它焦點燈 這個報告呢 本身呢 是令我們明白到 是本來很神秘的 一些國際軍火買賣 現在呢 著了燈 不再神秘了 不再摸黑 大家猜猜猜猜 那現在是shed some light on 之前說過呢 shed這個字呢 是落葉的意思 那些樹葉冬天脫落 shed light 都可以 是的 There's news this week 那麼有兩個調查呢 是呢 是讓我們 了解到之前加州的地震 的一些場情 那麼 throw some light on 這個調查呢 是收到一個線索 而這個線索又來自另一個調查的 那麼 這些線索呢 以前沒有人知道的 它是被發掘的 那它是見光 面世 是come to light 的 past tense came to light 15年呢 發現有很多運動員 是用藥物啊 那這個問題呢 終於是在1988年的 看成奧運呢 是變得最嚴重的 被大家關注的 brought to light 不可以再裝作 見不到啦 因為已經見光 brought to light 這一份這麼出色的文件呢 第一次在1966年到面世 亮相 除了come to light 都可以用c 這個字 saw the light update 光都有很多種 日光呢 是最光天化日 沒有所遁形 最清楚的光 ok carine white 現在呢 是在做新專輯 新唱片 還有少少的 最後加工的步驟 那呢 應該呢 夏天就會呢 面世的了 再來一次 see the light update 阿貝爾平平無奇的 相貌 其貌不弱 但一說到他老公呢 就會又開心又 整個人活生生了 著燈啊 著了火 著了燈 OK lightup 過去吃 lightup 除了面色 著燈呢 對眼睛 行不行 道德 OK 這個老人家呢 一聽到媳婦呢 說這個笑話呢 隻眼 發光 太陽呢 從窗口滲入來 但是呢 都沒有辦法 令它呢 感到愉快樂觀起來 這個lighten 可以是減輕 亦都可以介紹照亮 光線的光 或者是輕重的輕 都是一樣的 OK 情緒上 不知道為什麼光 就給人感覺是輕一點 黑暗就是沉重一點 很有趣 這些數據呢 是無助於去換禍舒緩 這個經濟的下沉 有更好的消息 好消息呢 光明 brighten news bright是經常用的 以下下來我們都會有很多 跟bright有關的句子 When I'm feeling hopeful 樂觀正面正能量 是它啦 bright and confident the process over them opportunities and hopes for a brighter future Generally 股市呢 是一個比較樂觀的情況 是去... 是去收市的 未必是升 但起碼可能是止跌 那個跌勢收窄 我給一些財金術語 新聞都會這樣說 說完壞消息 好消息方面 OK on a brighter note 說一些開心的東西 OK 開心的東西呢 就是呢 這個銷售呢 過去三個月升回啦 OK bright and note 作意論文有用 啊 講正反正反這樣 那我嘗試是向好的方面想啦 那就發現呢 雖然我也肺也沒用 但起碼我有手腳 很健康啊 OK 在好那方面想 凡事都有好的一面 凡事也有壞的一面 a very bright 聰明仔 聰明絕頂 5歲小朋友 聰明到發光 OK there are lots of books cramp with bright ideas 令人言諒他人 啟迪人 甚至有啟發性 Bright Ideas 一個笑聲 一個笑話 是去令人更加開心 令整天點亮了 照亮了一整天 Brighten the day 他毫無疑問把歡樂帶到一個本來很沉悶的星期六下午 帶來歡樂 Brighten up 他轉身面向著男生 他立即變得很興奮 Brightened at once 立即高興起來 從一開始 本來他是一個很聰明絕定的人 Brilliant student 這個主意 不同凡響 Brilliant 後來也發現 從噴氣發動機發明以來 在航空設計方面最偉大的突破 食物很棒 出色 精彩 超長 His live show was brilliant 同樣 出色 超長 Brilliant 一些players 一些球員 一些球員 他們的技術很出色 令到觀眾看到眼花瞭瞭 Dazzle 即是用一支強燈照射你的眼 你忽然間看不到東西 有些幻影 這個就是Dazzle 可以是好 可以是壞 我們來看看 他每一串 看上去都是一個頂級 超級名模 他就在一個 慈善時裝馬會裡 令到嘉賓都為他談到 Don't be mesmerized 你作文色這個字都很厲害 他就是一樣的意思 不要被這個低利率 搞到雲頭轉向 六神無主 這個present participle Dazzling 就是發光了 令人瞭目的 這麼多年的經濟成就 那麼 球技超卓 朗拿丁老踢足球 見過沒有 令人眼花撩亂的Football 很多小朋友在學校都有一技之長 意味著他們是可以 至少有某一種特場 發光 Shine 對 有些自信 像太陽一般地 貢獻世界 是藝術和體育上都有卓越的成就 非常出色 Shines 來到Darkness 黑暗 黑暗代表著一種邪惡 沉寵 以及不是很開心 他感覺到 昨晚控制著他的壞情緒 又回來了 Dark Mood 無奈的絕望 我們可以說 Dark Dispair Dark Dispair 還玩了一個Alliteration DD 傳統婚姻不為人知的陰暗面 經常都說 Dark Side 很多喜劇演員 帶歡樂給大家 但其實在他們的性格 心裏 都有一種不為人知 較陰暗的一面 Dark Side 這個國家一定要經歷黑暗的時期 英文的說法是黑暗的時期 再等待 等待這個國家和人民 但當時 當時 Dark Days 黑暗的日子 整句是 但是回過頭去看看當時 再事故之後 那些黑暗的日子裡 默克幾乎無法開始想 他將如何單獨應付的問題 對 約翰一直在他身邊 是經歷著他最痛苦的時期 Darkest Hours Darkest Hours Darkest Hours We were kept ignorant 我們呢 是被夢在鼓裡 Cept in the dark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沒有開到職員會議 我和你一樣呢 都是一無所知的 所以你不要問我 As in the dark As you are 啊 開頭呢 我都是 騙得到我父母的 他們不知道我是 逃學 逃課的 Keep my parents in the dark 那呢 他就很神秘 這樣說 有些事呢 最好還是不要在電話上說 出版社呢 很忍諱的 這樣去說呢 教育標準的威脅 那可能呢 是一些政府施壓 出版商要怎樣寫教科書 類似是這樣的故事 好 講到這裡